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杨老师当时他也想做传统与现代的尝试 当我在去饰演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顺着传统的这条路子走下去 那在现代我的领域里面我们讲究的革新 叛逆和自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自己的揣摩 要吸收更多的当下的女性的一种审美也好 她们的思想也好 然后我也会去想象一些 在那样一个年代作为一个女性 她一直要在霸王身边 然后要出没于这个沙场上 每天都在战乱当中 所以我觉得她的心态不是一个娇弱的女子 她应该是英雄一般的气概 其实从《流浪》一直到后来的暗夜 包括从这些作品当中 其实我都有用我曾经学过的那些传统舞蹈里面的元素去做创新 我认为融合其实是在你完全知晓了那个领域之后 你又跨入另一个圈子 我更习惯让这更多的东西 它像是在我的身体里面慢慢地渗透 它们自己去融合 然后我身体里面迸发出来的 我觉得那是身体自己成长出来的 在《风暴》的舞台上 我之所以夺冠 我觉得应该是之前的很多积累 以及自己坚定的方向 就是想要纯粹地去做剧场 做舞蹈 把好的作品带给观众呈现 《风暴》之后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关注 但是同时 我也是在时刻地提醒自己 依然要像曾经的那一个护身员一样 做一个扎手在排练厅里的舞者 做那个最单纯的喜欢舞蹈的一个人 三二一 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向往去探索那些未知的方向 不同的逻辑 身体的方式等等 所以我也是期待自己在不停地成长和变化 我觉得玩的心态会更重一些对于国外的变化 那比如之前的 Samsara和Akash的这一台作品 当时的排练的感觉就是 今天就这么过去了吗 好像今天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在国内的排练就是 我们今天一定要积累多少 今天要完成多少 今天要出现多少 所以它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 制作的流程 时间也是会导致你 你的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 舞者和编舞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视角 从原来只关注自己身体本身 慢慢地扩大到了身体之外 扩大到了关于整个舞台 包括剧场的氛围 灯光的明暗 画面的调度 构图 这些都是作为编导 在演员的部分里面不曾去考虑的 所以我很喜欢现在编导的这个 更宽阔的视角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可以带动整个的舞蹈行业 让大家曾经对现代舞这种小众艺术 有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到的舞蹈 不仅仅只是晚会的一些伴舞 希望大家也能够看到舞蹈 有它自己的思考 和自己呈现在舞台上的一种语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